原标题 这些后妃给康熙生下了55个子女,包括皇子35人,皇女20人。不过,由于受医疗水平所限,康熙子女的成活率并不高,35位皇子中有24人活到了成年。究竟谁才是最受康熙器重的皇子呢?他便是皇长子印之。 皇长子印之,生于康熙11年2月14日,母亲为惠妃纳拉氏。 其实,印之是康熙第五个儿子,因前面四位皇子早妖,印之便叙齿为皇长子,称大二的,又为大千岁。 印之的生母惠妃纳拉氏,是康熙非常宠爱的一名妃子,纳拉氏出身于名门望族叶赫纳拉氏。 但是,他的曾祖父,是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亲舅舅金台石。 金台石是海西女真叶赫部末代首领,部族灭亡后,被编入了满洲正皇席。 康熙 二十年,因平定三藩之乱获得胜利,康熙帝大封后宫,纳拉氏被封为贵妃,名列四妃之首。 从先天因素上来讲,一只虽是庶子出身,但他是皇长子,母亲又是宠妃,无疑占尽了先机。 而且,印之从资质上来讲,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皇子,他文武双全,而且是一名美男子,颇受康熙帝器重。 从十八岁开始,印之便跟随伯父与亲王扶权征讨嘎尔丹,在康熙三十五年第二次征讨嘎尔丹之后有,印之被康熙帝封为直郡王,当时印之年仅二十四岁。 此外,康熙每次出巡,都将皇长子印之带在身边,印之俨然成了除太子印仁之外最受器重的皇子了。 然而,随着印之功劳的增大,以及地位的上升,他竟然对储位产生了想法,并密切关注着父亲康熙帝与太子印仁之间关系的变化。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,康熙帝宣布将太子印仁废除,印之似乎看到了入主玉庆功的希望,他竟然做了一件蠢事,那就是掩阵太子。 结果,此事被与太子印仁关系极好的黄三子印之告发,康熙帝雷霆震怒,宣布将皇长子印之夺绝圈禁,时间为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。 从此,印之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,不过,被圈禁之后的印之虽然没有了权位,但至少没有性命之忧,他便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子嗣生育方面。 据相关统计,从康熙四十八年第五子弹玉,一直到雍正十年十五子降生,在被囚禁的二十六月春秋中,印之的父亲们,竟然先后给他生下了二十个子女,包括十一个儿子,九个女儿。 不得不说,印之充分继承了父亲康熙帝的优良基因,同样是一位生育力强大的男人呀。 后继,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,被圈禁了二十六年的印之病时,享年六十三岁,雍正帝下之隐为子里葬。 参考资料,清史稿,圣祖时录清皇室四谱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